食龍拱 我是第一條行山片拍的山峰 有一天收到香港電台Tiffany的Message 說想要去一齊行山聊天做個訪問 我想一會就決定由這條由全錦公路出發 由上而下的食龍拱路線 一個可以遠望全灣開揚海景的山峰 一齊開心愉快聊天的經歷 我得就輕鬆去片聊天吧 出發之前當然要記得啟動你的YASMI保險 出發前做好計劃出發的時候 為什麼買多份保障 優惠期內用我的優惠碼QR Code 還可以得到七五折的優惠 詳細資料卡入我的資訊欄看看吧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Mio 身處在這個全錦公路 今天有個美女陪我行山 有個美女陪我行山 挺開心的事 我們今天會由上而下 由這個位置走到石龍拱那邊 到全灣全形7公里 第一次約個女生行山 又不知道她行不行 我當然是找來最簡單的路線 我們一路走一路聊聊天 緊不緊張 小小 因為每個人都跟我說 跟Captain行山會很搶 很搶 所以你做好心理準備 所以搞得很緊張 你劑你大劑了 你竟然 每個人都不找來找我 我們原來出發 Captain 其實在爬山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香港的山帶給你了怎樣的意義呢 我覺得香港的山給我的感覺是 原來你只要你肯上到山 你會發現山原來美得那麼厲害 香港是美得那麼厲害 好像剛才我跟你聊天說 你一開始因為疫情的關係 上到山 可能第一件事是希望打卡 沒錯 打卡之後 如果你真的可以找到山上的樂趣 那個才是重點 是 因為我們尤其是很多朋友去行山 都因為疫情關係 去不到旅行 去不到旅行 其實我們去旅行就是想看這些 如果現在你方便 我們不如這樣 反過來看看後面那個景 這個景 要看到 後面的樹林其實是很漂亮的 你這些樹林 其實可能是我們去日本 是 山場水遠 搭一輛火車上去 都是想看這些 其實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就是這些 香港已經有這樣的地方了 為什麼我們會失敗了 去這麼蠻蠻的 那我就希望 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很熟悉這些地方 但是有些朋友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希望在拍片的過程裡面 可以分享到多一點的路線 給大家 其實我很沉悶 我經常說 你們不要只是去大東山 獅子山 那些 是很多地方 我拍片有個笑話 可能我去過某個地方之後 有些朋友會開玩笑 你搞到那裡有很多人 尤其是早輪的來到 其實 這個可能是一個角度看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是 你可以將人分散一點 對 我也是這樣想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不說的話 大家可能只知道那幾座山 去爬山的人全都去了那幾個地方 但是當你介紹越來越多地方 你會發現香港的山是寒雲的 只要你一分散了 每座山的人就會少 你說走完這個 是一個好笑的 的 topic 有朋友有時候 可能 假裝時間 開一下like 聊一下 或者有些朋友留意 你走得這麼頻 一個星期出三次片 你會不會很快 你沒有地方走 這個真心的 我真的從來沒有擔心過 因為很多地方 我都還沒走 譬如有些朋友 很喜歡挑戰自己 有五十個山峰 是是是 其實我還沒走完 真的嗎 是的 我還沒走完 那你想想 大家很熱門去的地方 我都還沒走完 何況一些大家不知道的地方 我覺得是 這個過程我又享受 又可以分享到 給一些有興趣的人 這個就是大家 玩玩的得著 這個 比較開陽一點的位置 可以看回去 御心廣場那邊 沒有錯的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路口的時間 我們要走哪邊 我們是走左邊的 是的 是的 我們離開這個 麥理學徑九段 過去這個西龍港方向 這段斜一點 剛才天平年問了一個 很好笑的問題 就是說 蟲遊舊地 剛才我剛才講到 第一兩條片 是爛得不得了 收音就又拆 最奇怪是 那時候不懂配樂 配樂教得很大聲 聽不到你說話 是的 那些人是聽得很辛苦 但是可能有些 有些 我那時候不會是粉絲 就是 真的對條路線 對條路線有興趣 那他願意很辛苦 都去聽 那有時候我一看回 那些早期的片 是很 很 滋潛下去的 其實有一兩條 我是下了畫 那你問我說 現在再重遊舊地 去走這條路 有些什麼感覺 或者什麼 其實我覺得是 首先我大膽一對鏡頭 先 那時候是沒有這樣的 沒有這樣的習慣 太醜 有些脆脆脆脆 就算是 首先又不喜歡旁白 就是覺得 在這條山徑上面想到什麼 我說什麼 可能是我的缺點 或者特色 就是希望 除了講一下路線之外 是希望 聊聊天 就是因為 我覺得有時候 有時候像一個 走山多些 大家一起走一條山徑 想到些什麼 走山就是這樣 想到些什麼 就跟你聊些什麼 這樣 去打一條路線 說真句 有時候是這麼平緩的路線 去到某個路口 轉給你 轉個彎 其實你不會聽得開心 有時候當是 大家聊聊天 這樣 OK一點的 分別就是 現在起碼 沒有階段 那麼脆脆 說話沒有那麼常 其實很有趣 過往的工作 我都需要說說話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對著螢幕 對著一個死物 你說話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而且如果有人走過 可以尷尬的 我到現在也是 我試過 我現在都會的 譬如我現在在拍攝 等一天走過我便會 我便會 我便會 收起來 即是 我到現在都會尷尬 有時候有些看片 會說 你拍那麼多 你還尷尬 譬如說 有說話很流行 當你不尷尬 就尷尬 但我是做不到的 那這些都還有 至於你說 哎 有粉絲 那跟著 Vo 會好些 即是那時發覺 原來有些東西 譬如在山上 收音是差一些 或者有些東西 是想之後旁白回 那時以為自己 已經說得不錯 但到一聽回 原來是 來到這個 即是 沒有益揚遁挫 是很平淡 像是鬼屎 是 身邊有沒有這些 DJ朋友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令到說話 大家可以令到聽得舒服些 那 是 撞了很多板 但聖在是什麼呢 我這個 我覺得是自己的優點 我算是勤力 即是 我很願意花時間去拍 那你 工多藝術 雖然 坦白說 到現在來 其實我相信我的片 不是最有娛樂性的 我自己知道的 但起碼就說 嗯 盡量 沒有那時候看得那麼悶 我已經盡量去找些美女 和我一起走走 我盡量配合 盡量配合 盡量配合 好笑 很划算的 觀眾說 你找些美女 和你走山 那你的視頻會高一點 即是 我知道 但是我覺得 美女不容易找 你知道嗎 你現在在招募 公開招募 公開招募 大家有興趣可以在這個留言 這樣 又不行 哇 我跟衣服不認識那些 你又怕醜 我又怕醜 哈哈哈哈 是啊 那我又怕我處理不到 因為我的視線目光 集中不到鏡頭 周圍走 周圍走 很古怪 好啦 離開石屎路段 我們來到這個位置 穿過去 蓮花山方校的位置 走過這裡沒有 沒有 OK 那都不算太難的 少少山徑路段 OK的 OK的 我有少少經驗 OK 走一下 聊一下 來到蓮花方校的位置 Tiffany還沒來過 見到有些行山排在那裡 玩的時候 你是不是想試一下 我有少少 同心 笑到你心 前面有幾個少女在那裡 你自己在排一下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由於今天主要是幫Tiffany做訪問 聊天 所以沿途也沒有太多路的描述給大家 如果大家對這條號線 或者附近的景點 包括這個蓮花山方校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這幾條片 石龍拱這一帶 可以說得上是我最喜歡的山頭之一 我拍的第一條片 就是選了石龍拱 不過大家不用找這條片 因為這條片已經下了架 雖然我好像很民主地讓他選 其實最終都是引導他來一條難一點的路 我們現在沿著學校旁邊 上石龍拱的山頂 希望你沒有掉漆 喂 你是不是掉漆 我馬上踩到夠石了 是啊 咦 我有少少擔心 我需要回頭 怎麼回頭呢 對 通常你問那些朋友 住不住在那裡 他開頭第一個反應 就說 OK的OK的 對了 誰說自己不OK的 小心點慢慢走 應該真的OK的 對 我曾經想去挑戰四大盒路線 是 是 但是我覺得 我走過一次 耕塵鬼頭 之後我已經覺得算了 我覺得你挑戰四大盒路線 沒問題的 但是呢 令自己體驗多些 是 因為你不要當是考試 你去到你要感受風景 是啊 譬如你 那個叫什麼 西九牙那些是很漂亮的 對 如果你沒有那個體能去享受的話 那浪費了 很辛苦 浪費了 但是很多人去考 應該很多人去走路線 都有一種感覺 是想去挑戰自己 是的 就是想 我原來可以走路 就是這樣 沒問題的 但是 正如說挑戰有很多種的 好天和不好天都是不同的效果 是啊 那你挑戰之餘 都要享受那個風景 如果你本身走到死下死下 的話 就 依然不大 石龍拱山頂 今天這麼多人 是啊 這裡很漂亮 我認為是我的後花園 全灣人的後花園 我等一下會下那個涼亭 是 那個就是大家 完全猜到 很多人會認為那裡就是石龍拱 但實際上山頂是這個位置 哦 對 為什麼這裡叫石龍拱 不知道 哈哈 你考慮了 為什麼你叫Tiffany 有什麼典故 是 要做個故事先 對 雖然天陰陰 但又沒有 深井後面好吃 深井也是的 深井也挺吊腳的 是啊 打卡很重要 沒錯 沒有東西可以阻止到我打卡 很麻煩 我開始覺得有點糟糕 我只見到鞋子不差 我才跟你走這裡 我不是鞋子不差 OK 千萬不要輕視這條路 慢慢走 選一些有石的位置 好 很短的 你看前面男人的位置 已經是你的終點 看到嗎 對 只是一小段而已 會不會帶你走完這條路線 之後和我絕交呢 我不是這些人來的 嘩 嘩 其實你找對的 頂著腳的位置就沒有什麼 對 對 找一些石子 對 真的如果滑腳就整個人坐下 不要坐下 對 一坐 一坐下去 一坐下去就沒事了 我經常覺得 對 有時候走這條崎嶇的山路 但都可以走得很有型 但我覺得現在好像是夾拐 OK的 你是一隻有型的夾拐 謝謝你 夾拐都很多級的 你幫我記錄下這個時間 記錄下了 OK 這些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要蹲下那一下 才值得 值得讓我趴下 我現在正在捕捉那一下 你不要這樣說這些 行不行 看見 在你前面看不看了一些 可以讓你下腳的位置 看不到 對 你先想想 組織一下才能踏上去 嘩 這裡 這裡 我們剛剛差點就捕捉到 你很想捕捉的時間 是 算了 不過這樣的鏡頭可能會比較緊張 給一些聲音效果 幸好我沒有器材握在手裡 不是 下這條崎嶇的手會比較好 OK 可以了 行了 不要說這些 先走兩步 剛才你說有人跑下山很帥 這也是我喜歡玩月夜賽的其中一個 膚淺的要點 因為一跑去那一刻 真的很帥 但是真的要練過那些 剛才那些路都可以跑下來嗎 可以的 可以的 然後我可以滾下來 哈哈 只是習慣的 後面這個就是石龍拱的糧品 我們沿著這個糧品的位置 下回去這個港安醫院 大概好像是兩公里 都不記得了 但是 去喝海樂 去喝海樂 可能要來嚇到那些鳥 那些鳥 是稻草人 那邊還有 那邊還有幾隻 那些公仔鳥很大隻 好像嘉年華會 丟回來的那些 我想像反斗奇兵 會不會晚上出來動 哈哈 完成了這個郊遊路線 當然要 帶人去打卡景點 這個是一棵樹 是呀 一棵樹的樹根 可以穿來插往 不過如果你怕結界信 那些就要小心一點 不知道會不會穿在其他世界 哈哈 好像哈利波特 是呀 我覺得這裡也很像 哈利波特那些魔法世界 挺有趣的 所以尤其是熱門 很多人來這裡 拍照打卡 這些拍照打卡 沒問題的 安全 不知道是那些村民搭 還是怎樣 基本上在石頭上 都被遮蓋了 小心啊 過往就山密了 草車陷了 現在露了江 就已經不再隱備 哇 舊的石屋 對 我有時候經過 看到這些屋 就會想一下 如果讓我靜靜地 來回家住 都記得不明白 哈哈 因為土地問題那麼重要 呀 我跟妳說 如果看到有人住 那個不是我 哈哈 哈哈 終點 全灣全幾位的港安醫院 耶 為什麼路線難不難 OK 不難 輕鬆 走完就這樣說 OK 可以再挑戰一些困難的路線 下次靠Captain帶我 OK 你覺不覺樣有點像 一個大了熟了熟面的朋友 不是 不是她 哈哈 不是吧 我想她聽到不會很開心 開心不開心 我想她聽到不會很開心 算了 大家都這麼美女 OK 好了 猜猜是誰 猜猜是誰 猜到的留言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的例子了 謝謝Tiffany和我下一次這麼開心的山 一條簡單的路線 希望大家都喜歡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